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哈馬斯又把中共買了 俄羅斯 中共都將加入戰爭 開打 專挑軟柿子 中共軍機向加國軍機發射火箭彈 兩三年內全球有大事 拜登一席話令人心驚 李克強事後有更大事件 中國平線同一天象引猜測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4日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哈馬斯又把中共賣了 俄羅斯 中共都將加入戰爭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1月3日下午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德國總理舒爾茨舉行視頻會晤 習近平稱 無論是巴以衝突 還是烏克蘭危機 要從根子上解決 需要對安全問題進行更深入思考 習近平還不點名地批評美國 他說 擠壓別國安全空間 片面袒護一方而忽視另一方的正當訴求 都會導致地區失衡 引起衝突 擴大升級 與此同時 社交平臺X上 哈馬斯高級官員阿里巴拉卡說 朝鮮是我們聯盟的一部分 如今 俄羅斯每天都在與我們聯繫 中國向多哈派遣了特使 中國和俄羅斯都會見了哈馬斯領導人 哈馬斯一個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 不久另一個代表團即將訪問中國 美國在該地區的所有敵人都在磋商 而且越來越緊密 總有一天 俄羅斯 中國和所有美國的敵人都會加入戰爭 讓美國成為過去 對於中共假扮中立 公正實則袒護 支持哈馬斯的行徑 網友們心知肚明 對這個哈馬斯官員的言論 一位網友嘲諷道 亂說什麼大實話 還有一些網友表示 被點名的躲在角落裡瑟瑟發抖 由難大家一起扛 一個都別想跑 這個禍是要把所有慫恿他的哥哥全都拉下水啊 看來哈馬斯這次真的覺得自己是要被大哥們玩死了 也有網友說 這五個挖地加起來 逢美國勞打嗎 這幾個邪惡國家必須被完全消滅 一位網友說 我記得以色列之前說 解決袈裟後就開始行動 斬首幕後黑手 拜託說到做到啊 10月20日 內塔尼亞胡的助手阿米爾.威特曼 接手今日俄羅斯採訪時氣憤地表示 我們將結束這場戰爭 我們將贏得勝利 因為我們更強大 相信我 俄羅斯會付出代價 今天的以色列已經不是10天前的以色列了 我們知道俄羅斯正在支持以色列的敵人 俄羅斯正在支持那些想要對我們進行種族滅絕的納粹分子 我們會贏得這場戰爭 之後我們不會忘記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會來 我們將確保烏克蘭獲勝 我們將確保俄羅斯付出代價 一位網友說 真高興以色列幡然悔悟 鏡隨俄羅斯和中共是錯誤的 支持以色列打贏這場反恐戰爭 與烏克蘭一起打敗俄羅斯 其他網友紛紛表示 還有中共 必須解體中共 別忘了中共也是哈馬斯的幕後黑手 開打 專挑軟柿子 中共軍機向加國軍機發射火箭彈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加拿大軍方表示 中國一架戰鬥機上週日在南中國海國際水域 向一架加拿大軍用直升機發射了火箭彈 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HMCS-Ottawa上的機務長羅姆·米倫少校 在接受CNN採訪時稱 在週日當天 Ottawa護衛艦的直升機與中國海軍J-11戰鬥機遭遇了兩次 最近的一次中國戰鬥機離直升機只有一把英尺左右 中國軍機向加拿大直升機發射火箭彈 是不安全和非標準 不專業的行為 米倫介紹說 事發時Ottawa護衛艦正在西沙群島東面160公里的國際水域進行行動 直升機當時是在搜尋先前探測到的潛艇 對於此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週五在記者會上表示 他不知道這一情況 阿波路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要是川普在臺上 這事不會發生 原來共軍在南海撞美軍軍艦 後來川普讓美軍宣布 再這樣做就是戰爭行為 這之後共軍就遠遠地看著了 也不挑釁了 目前共軍對加拿大的這種戰爭行為是專挑軟柿子捏 這是習近平在試探西方底線 西方不還擊 習近平還會升級 這也是給拜習慧增加談判籌碼 還是憑空製造出來的籌碼 兩三年內全球有大事 拜登一席話令人心驚 美國總統拜登11月3日將在華盛頓 與來自美洲其他11個國家的領導人 舉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領導人峰會 討論收緊供應鏈和解決移民等問題 拜登當天在白宮會見了多米尼加共和國和智利兩國首腦 試圖增加與拉美國家的貿易往來 並稱西半球沒有理由不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民主半球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拜登週四在與智利總統玻利奇舉行會談前與媒體見面時說 今年智利和美國慶祝雙邊關係200週年 當今我認為我們的夥伴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玻利奇說 我們有很多話題要討論 當然還有綠色轉型 移民 移席 經濟發展 當然還有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一些問題 但我知道 只要尊重人權 爭取民主 我們就能實現我們共同的一些目標 對此拜登表示 你知道 在我看來 也許每隔六到八代人 世界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變化 玻利奇贊同道 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個時期 拜登補充說 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時候 我認為 未來兩三年發生的事情 將決定未來五六十年的世界面貌 因此團結起來 也許我們能讓世界變得更好 玻利奇說 讓我們為之努力 拜登一表示 同意為之努力 李克強事後有更大事件 中國平線同一天象引猜測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等領導人去世前 以及在習近平生日當天 中國頻頻出現同一天象引發關注 在李克強去世前 中國各地頻頻降下火流星 2022年12月15日傍晚 浙江杭州京華紹興多地網友目擊火流星墜落 京華浦江縣居民還撿到火流星隕石 今年2月4日 北京京縣一顆超級火流星從北斗七星方向出現 向東緩慢消失 3月27日凌晨 北京 河北 內蒙古多地上空 有一顆巨大的火流星划過天空 最初是綠色的 然後爆發出紅色的閃光 在空中兩次爆裂 發出強烈閃光後消失 此外6月22日即是端午節 也是習近平的生日 當晚成都夜空出現一個綠色的發光體 在空中滑過 許多網友拍下視頻和照片 目擊者說 速度很快 很亮 中國古書《周易中》說 天垂象 見極胸 聖人像之 中國古人能根據天象變化 推測出朝代興衰 世事極胸 人間俘惑 火流星墜落被認為是不祥之兆 預示著重要人物將要去世 或其他大事發生 在習近平生日當天 還出現了雙星半月的特殊天象 史書記載 雙星半月無德者亡 荆州瞻中曰 二星若和 齊國有兵 改立侯王 有德者星 無德者亡 史記天公書中說 星墜至地則時也 也就是說 流星墜落到地面就成為了隕石 天降隕石通常被視為是不祥之兆 預示將有大事或社會動盪發生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蹲下